大家好,今天我们做一个苹果蛋糕 面粉180克 刻入一个鸡蛋 加入5克泡打 再加5克左右的酵母 接下来放入30克白糖 这个白糖我是按照食谱减量的 食谱要放40克 然后加入150克的牛奶 这里的牛奶用冰牛奶 冰箱里面拿出来的 将它混合翻拌至没有面粉颗粒以后 盖上保鲜膜 待用 先放到一边 准备一颗中等大小的苹果 将它对面切开 苹果放入小锅里面 加入适量的清水 开大火都可以 放入清水的量 刚好和这个苹果持平 或者说是刚好把它腌过 然后放入适量的白糖 这里根据个人的口味放 你可以多放一点 也可以少放一点 喜欢酸甜口味的 可以给它挤几滴柠檬汁在里面 大火煮开 转小火 让它煮15分钟左右 煮至水分 即将收干的时候 给它放入一块黄油 大概10克左右 将水分大致收干 就可以关火了 有一点水也不影响 直接倒到电饭锅里面 按煮饭键 这个水自然就干了 将做好的苹果酱 放到这个锅里面 待冷却以后 我们再将面糊倒进来 防止酵母被烫死掉 放到电饭锅里面以后 按煮饭键 就可以了 煮好以后 我们打开看一下 看它效果怎么样 用筷子在它周围 这样挑一下 好 好 我们将它取开 看看 效果怎么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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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